我从1992年参加工作 先后使用过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 当时蒸汽机车作为一名伙计吧 当时的那种工作环境 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地脏的 也非常非常地弱 在1994年的年底 蒸汽机车逐渐就被淘汰了 就是转型为内燃机车 一直到2008年 我们开始接电力机车 在2010年的11月份 调入了北京机油段 动车走进的车间 成为了一名动车主车 作为一名动车主车 它的要求会更高 在2017年的9月21日 我成为了一名驾驶复兴号的动车主车 从职程工作到了现在26年 可以说参加了26年的职业 因为我坚持了半辈 一直坚持一路走过来 从登记一直到现在的复兴号 为什么只能我觉得 说的是两个字情怀 作为一个火车自己 我就要开中国最好的火车 这个梦想实现了 真的挺高兴的 挺自豪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